已经是三个女儿的妈妈了 所以她一直是婴幼儿用品厂商最亲爱的一个产品代言人 这次呢在一个婴儿车的广告片的片场呢 我们又见到了这位辣妈的身影 身边还围着十几个可爱的小宝宝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 脸说变就变很难搞定的 小S到底是如何一个人搞定这些 看上去像小天使的小恶魔的呢 一起来见识一下辣妈的本领 当天正式开拍前 还在化妆的小S一看见身边 由小女孩立即目性萌动 忍不住要给她装扮一番 一个宝宝还好说 十几个可咋办呀 眼看广告马上开拍 十几个可爱的小宝宝轮番上证 这可把工作人员忙得手忙叫乱 不过这怎么可能难倒辣妈 小S呢 一会儿半个鬼脸 一会儿大秀五字 宝宝们被这个临时妈妈哄得是服服帖帖 一个个儿全都目不赚金的盯着小S 不过也有不买小S账的 一个女宝宝怎么都不肯离开爸爸的怀抱 辣妈小S可不是那么好打败的 她先是给宝宝挠挠痒 不见成效后她又释出了绝招 哈哈 小宝宝立即就投入小S的怀抱 刚哄好这头那头又出难题了 瞧眼前这个脸都哭红的男宝宝 面对小S的各种讨好 完全采取无视的状态 直到爸爸的出现 爱哭鬼才平静了下来 除了安抚怕生的宝宝们 小S还担任起了动作指导 教他们摆姿势拍广告 相比平日主持节目时 语言犀利 作风大胆的风格 小S在面对孩子们时 明显多了一份温柔和贴心 只能说面对小天时 辣妈也变甜不辣咯 娱乐新年帝辣妈好柔情 也向生小宝宝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